大家好 今天5月25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瑞秋 看到很多留言 很多觀眾都掛念前主播雪兒 以及關心她去哪裡 片尾有驚喜給大家 或者可以解答大家這些疑問 不要走開 提醒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和分享 同時大家可以在以下的網址 或者轉數塊 或者Patreon都贊助我們 多謝大家 上個週末 在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會議表示 將會審議《香港國安法》 引起輿論震驚 一位熟悉北京高層內幕的前中共官員 對我們表示 今次香港的《國安法》 北京事在必行 無論是北京直接立法 還是由香港搞23條 都必須在今年之內完成 這位曾經在香港住過的人士說 北京就這個問題的準備 已經有半年多了 最早的計劃 在2月份開始進行 即是1月和美國簽了第一階段協議之後 就著手進行 就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節奏 他透露 北京認為 現在國際環境日趨惡化 尤其對美國的關係已經不可能 會在短期之內恢復 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 也只能盡量維持 而香港越來越可能成為西方介入中國的跳板 所以中共認為必須盡快進行香港的國安立法 否則中共認為後患無窮 他還透露這項工作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直接協調 下面有港澳辦、統戰部、中宣部、公安部、國安部、經貿部 和人民銀行都要進行配合 北京已經有多種準備 如果有需要 可以調集廣東武警治安部隊作為支援 武警各種後勤裝備已經運到香港軍營 他說 中共有央視帶頭 香港左派媒體跟進宣傳已經正式展開 中資企業出錢大量刊登廣告 且動員商會、專業協會、同鄉會等表態 一定要形成所謂的全民和國安的共識 他還估計 中共和香港政府已經定好了計劃 要集中打擊所謂一小撮頑固分子 尤其是所謂的幕後黑手 一定要嚴懲 要有意造成這種強大的壓力 造成香港人人致危的局面和恐懼氣憤 不過他認為 最後可能仍然會有機會出現香港自行定立 《基本法》23條立法的情況 做個好處 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干預的藉口 因為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 由香港立法會通過 屬於香港自治內部事務 他分析說 北京施加巨大的壓力 在香港形成壓倒性的恐怖氣氛 但民建聯這些中共地下黨就再暗中大頭 達到香港自行23條立法的目標 這也會對民建聯和其他親中黨派的 9月立法會選舉有很大的幫助 事實上 人大港版《國安法》相比香港的23條立法和逃犯條例不同的是 這已經不是香港內部惡法的問題 也是中共越過香港的體制 直接破壞一國兩制的根本結構 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在聯合國有被案50年不變作為一個有國際法認證的承諾 一旦被破壞 世界各國也有義務和責任站出來抵制 美國率先發出強烈的批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其他白宮官員 高調批評中共要和香港訂立《國安法》的舉動 說不會被這個做法得逞 兩國關係進入了進一步的敏感時期 《華盛頓郵報》5月22日引述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和兩名前任官員報道 美國政府官員最近曾經指中共和俄羅斯進行了低能量核試 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和代表在5月15日召開的會議裡 有人提出美國是否要恢復進行核試 一名不願意公開聲明的官員說 會上有人提出要向中國和俄羅斯展示 美國是有能力快速恢復核試的 在美國爭取與中國和俄羅斯 對美國是否應該恢復核試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最大的反對聲音是來自負責美國核軍備安全的國家核子安全局 美國上一次進行核試是在1992年9月 如果特朗普政府現在決定恢復核試 將會扭轉過去近30年的政策 會對美國和其他核武國家之間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的時候 在任內曾經尋求國會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但始終未能夠如願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核武態勢評估報告裡 表明不會推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批准 在停止核試驗之後 美國透過亞林街核試驗確保核武的佔備 在亞林街核試驗裡 少量使用武器級的煲和高濃縮的油 由於試驗的時候沒有形成林街質量 核原料不會發生鏈式反應 不會釋放核能量 不會發生真正的核爆炸 美國國務院5月21日宣布 美方將會在6個月後正式推出開放天空條約 而且還說如果俄羅斯重新完全遵守這個條約 美方可能會重新考慮這個決定 1992年簽署2002年生效的開放天空條約 容許35個簽約的國家之間 可以互相進行空中偵察 減少意外開戰的機會 特朗普政府就指責條約方之一的俄羅斯 不遵守這個條約 也未受到懲罰 所以決定退出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5月22日表示 近日美軍成功測試了一種新型的高能激光武器 可以摧毀無人機和武裝小艇 將會有效地提升美國海軍的實戰能力 美國海軍所提供的圖像和影片 展示了兩棲運輸船奧艦波特蘭號 使用了成熟的高能固態激光技術 擊落空中的無人機 從圖像可以看到 戰艦甲板發出了明亮的激光 影片中顯示被擊中的無人機正在起火燃燒 這項高能激光武器系統展示機 是由海軍研究辦公室開發的 根據CNN報道 海軍武功報道具體測試的位置 指這場測試在5月16日發生在太平洋地區 雖然海軍武功報道武器的細節 但國際戰略研究所向2018年的報告說 預計將會用150千牙激光 美國海軍表示自從196年代以來 美國一直在研發定向能量武器 其中包括激光和電池等 希望能將輻射能聚焦在目標上 將目標擊敗或破壞 波特蘭號指揮官桑德斯上位說 古代激光武器系統 是波特蘭為海軍測試和操作的獨特功能 同時為將來的武器系統鋪平了道路 憑著這項先進的新功能 我們正在此重新定義海上戰陣 美軍太平洋艦隊宣布 日前因新冠病毒人員感染 而停靠關島的美軍羅斯福號航母 在5月21日重新起航 參加美軍第七艦隊行動部署 進入菲律賓海執行飛行認證任務 太平洋艦隊說 羅斯福號航母在關島檢疫期間 全艦將近4,000名官兵都離開軍艦進行檢疫 航母也進行了徹底消毒 經過嚴格的返回測試之後 適當數量的艦員正在安全地操作航母 重新起航執行任務 美國第九航空母艦打擊群指揮官 北克海軍少將說 再次出航感覺很好 羅斯福號航母和第11航母飛行聯隊 再度接近重返印太地區執行任務 是全體艦員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5月21日受疫情影響 3月初以來 就長期停校在美國海軍日本还水賀基地的 列根號航母也已經駛離機地 去太平洋地區執行周邊海域的警艦任務 12月27日 美國第三艦隊發表聲明稱 尼米茲號航母已駛離布 contribution 預計在同一方的天對 calculating方艦員 在海上完成複合訓練單元演習後 就會去太平洋地區進行部署 尼韋斯號航母打擊大隊的成員 將會包括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普林斯頓號 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約翰保羅勤斯號 斯特雷特號、拉爾夫約翰遜號 和第17艦載基聯隊和其他輔助的支援中隊 今年3月,羅斯福號航母爆發了中共肺炎 之後這艘軍艦3月27日抵達關島地區處理疫情 在尼韋斯號勢力暴雷密頓母港後 美國時隔31日再次在太平洋地區部署航母 在至關重要的5月20日前 為了一支可以用的航母打擊大隊 美國緊急啟用在西海岸地區的尼韋斯號 4月9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諾奎斯特警告 美國潛在的敵人不要犯致命的錯誤 以為中共病毒截損了美軍整體的戰鬥力 諾奎斯特表示,過去4年來,美軍重建了軍隊 他說,我們擁有更多軍人,更多尖端的武器 更充足的彈藥,比以前更加訓練有數 如果我們的敵人以為現在是我們軍力軟弱的時刻 他們犯了危險的錯誤 自由亞洲電台5月22日報道,美國抗中友台的態勢已定了 美中密集交鋒、世界衛生大會 蔡英文總統520奏職、台積電去美國撤廠 和最新發展的港版國安法都成為了美中角力的戰場 封煙射器 5月20日,台灣舉行政府總統奏職宣誓典禮 總統蔡英文正式展開第二任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副國安顧問博明、亞太助卿史納維 三位現任官員公開稱呼蔡英文為總統 和祝賀他就職 美中冷戰導致全球產業鏈調整 台積電最近表示有意去美國亞利桑拿州設廠 這意味著,美國在去中國化的過程中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鏈將加入美國隊 中共強推港版的國安法 引發香港民眾和國際社會強烈抗議和譴責 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回應 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美國將會採取強硬的行動 即5月21日一日 美國參議院就收到至少兩個反對中共侵蝕香港的議案 5月20日,美國白宮發布美國針對中共的戰略報告 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 報告指出,美國過去幾十年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已經失敗 而且對中國的經濟政策、軍事發展、虛假信息散布活動 和侵犯人權行為等多個領域的政策 提出了全面的批評 阿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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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辛苦 我們大家一起做新聞 做了報紙那邊 做了網站那邊的其他新聞 香港那邊的新聞 要編輯和派那些記者出去 很多事情做的 我知道 所以他就沒有空了 你們兩個年輕人可以做多一點 你們做多一點 我們老了 最後雪兒有沒有什麼想跟觀眾說 阿Z,你的聲音都入了鏡子 我們全體 不如你過來 Sophie 我被觀眾看到我的夾夾 真可憐 我來拿 你拿 當見不到 你見不到 雪兒有什麼想跟觀眾說 其實我都很想念觀眾 看到他們的留言都很想再出來做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都是顧全大局 大家都要撐住 時間 因為分配不到那麼多時間 一天就24小時 他想要28小時都不行 好 那我們說一句香港人加油 來 1 2 3 香港人加油 拜拜 1 3 2 4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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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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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